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我们今天依旧要带大家先来掌握国际的几件大事 但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先来介绍 先跟我们对谈的国际新闻记者黄振宇 振宇好 一罗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说准备要反攻了 但什么时候反攻呢 好多种说法天气因素blah blah之类的 但最近觉得说好像这个节奏越来越明快 甚至这个前一天晚上我看到说 哇克里姆林庚要被炸了吗 吓到我了 真的我看到这消息的时候想说 哇乌克兰也太大胆吧 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如俄罗斯媒体所说的这样子 那首先这个消息是由俄罗斯媒体先爆出来 他讲说这个乌克兰的两架无人机油 是瞄准了克里姆林庚 而且就是要暗杀普钦 但是这个俄罗斯击落了 而且他把这件事情呢 是视为是乌克兰计划性的 恐怖攻击行动 而且是要本来就是说他们是要刺杀普钦 刺杀国家元首的企图心很强 那将保留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 好那这个普钦算是也蛮命大 当时他说不再克工 所以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但是我们每次提到说 俄罗斯有哪些地方被炸被炸的时候 其实乌克兰有时候会说 大部分的时候就说不承认也不否认 但是这一次乌克兰是有很明确的 对他很明确的说他否认涉及这件事情 而且这个总统泽伦斯基 他也有直接出来讲说 他们只会在自己的领土打仗 不会跑到俄罗斯这边来 那这个其实有画面出现 就是这个无人机在上空爆炸的画面出现 但是其实路透社他在讲说 对我们的确提供了这个画面 但是他没有很明确的跟你讲说 这个影片到底是真是假 他也还没有办法确认 对但有没有可能是假期行动 因为我记得在2022年2月24号的前面 好像也有蛮常会有一些爆炸意外 然后是自己搞的 对然后当时乌克兰就有说 这是你们俄罗斯的假期行动 然后后来就爆发战争了 这是不是一个让俄罗斯有借口可以开战 也有可能 对或者说有借口可以去做一些核武的攻击等等之类的 没错可能就是担心会被输吧 好但不管如何 这个春季反攻的前夕到底有没有在酝酿呢 因为除了这个克林姆林宫被无人机疑似袭击 可能是乌克兰之外 其实在这个俄罗斯边境的布洋斯克 他们的州长也说 有一列在石油的产品火车出轨了嘛 然后导致铁轨爆裂装置爆炸起火 然后车头跟二十节的车厢都脱离了轨道 那还好也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这是两天内的第二期类似时间 然后还有在这个列宁格勒地区的哥斯蒂利奇机场 也有一架直升机的机库起火 索性设备都已经被疏散了 也是等于没有什么人员伤亡 太大重大事故 这是俄国媒体报的 所以现在看出来 这么多起这个都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个状况产生之后 俄罗斯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蓄意破坏 那他总不会说是自己蓄意破坏啊 他一定是讲是乌克兰蓄意破坏 所以看出来 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互相攻击要反攻的前奏 应该是马上就要到了 因为这个速度越来越明显 这个互相风防 没错 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嘛 就克里姆林宫周二不是有无人机袭击 那俄罗斯现在说是乌克兰 那在克里姆林宫的屋顶爆炸的这个画面 我们也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一口咬定是乌克兰 派两架无人机目标斩首普京 不过强调无人机全数拦截 没人伤亡 隔天一早 克攻屋顶看起来相当完好 乌克兰总统斯伦斯基赶紧否认 其实普京当天 人根本不在莫斯科 如果幕后黑手是乌克兰 会连这种基本情报都不知道吗 不管谁下手 无人机能靠近戒备森严的客攻 意义重大 尤其下周二就是俄罗斯 胜利日月兵游行 同一天俄军大规模空袭赫尔松 造成至少二十亿人死亡 超市加油站车站都不放过 而泽伦斯基闪电访问芬兰和荷兰后 也宣布下周六开战以来 第一次造访德国 第一个新闻众报导 好确实现在有三个字可以形容 现在的战争情势 就是白热化 因为已经走到了一个 谁都不愿意退让的阶段 那到底这场战争谁输谁赢呢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参谋首长密利 他也对于俄罗斯 有提出一些思考方式 他认为他们是争夺领土 跟资源的一个战争 但目前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 那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之下 其实有消弭了俄罗斯的一些 就是像经济等等的 他认为对俄罗斯是有受伤 所以乌俄双方在今年的战争当中 他认为要实现政治目标的可能性 非常的低 而且被削弱之后的俄罗斯 迟早会得出一个战败的结论 意思就是说俄罗斯最终的结果 就是打败仗 他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好那英国的国防部也有美日的情报 他们发现说俄军已经调整了 飞弹攻击的策略 他们不再攻打的是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因为我们之前都听到 就是他们这个部分爆炸 乌克兰 那他现在会攻打 是军事工业跟后勤目标 但我觉得这个国防部应该赶快知道 他们到底会不会打民宅 因为我觉得民宅才是最可怕的 而且最近有几期就是俄罗斯空袭乌克兰的 都是造成民宅里面的住户死亡 对所以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忍道 就是这里 所以大家现在对于乌尔战争的这个情形 还是持续有在作严厉 对这个虽然说美方这边 觉得说普京迟早会战败 但是其实乌克兰这边 他们是不敢掉以轻心 大家晓得说这个之前的美国的这个机密外泄以后 其实我觉得乌克兰有点好像是这个叫什么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草生那种感觉 对 他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新闻网Politico 他就报导说 这个最近呢 这个春季大反攻的一些资讯呢 基辅是拒绝分享 那原因就是因为之前这个机密外泄的档案 对 我有看到那个泽伦斯基有接受访问 他这件事情有一点无奈 但他没有特别讲什么 因为他讲了什么都不对 因为这个泄密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不能从他嘴巴里讲出来 对 他 我觉得他好像只能说 对 我是从新闻上面才看到 我想说 但他说他跟美国没有讨论这件事情 就明明他是很重要的关键人 却没有讨论 这好像就有点怪怪的 好 那有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民意代表 他是讲说呢 其实乌克兰的这个高层 也对基辅其他人隐瞒了反攻的相关的细节 这个国家只有少数人知道 知道什么呢 知道春季反攻的真的时间地点还有会调动哪些部队 所以说他不是只防这个其他国家的人 连自己人他都很怕有内鬼把他们的消息给透露出去 好那这个但是美国的官员呢 恐怕要知道的人就应该要非常少不然这个就会被泄露出去 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自己人呢 嗯有些人是可以用钱买的 好不管如何 刚才不是说了吗 英国的国防部的情报说现在俄军把飞弹攻击都转到了军事工业跟后勤目标 那俄罗斯他们确实也在巴赫姆特有使出了一个杀手箭 他们投放了杀伤力很强的真空弹 炮弹一发射威力十足 这被称为地狱武器的TOS-1A多管火箭发射器 可以发射遭国际公约禁用的毁灭性武器真空弹 现在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就用在巴赫姆特 只见废弃的建筑物中炸出火光 由于真空弹在发射爆炸后会形成高压区 耗进区域内的氧气造成大范围的燃烧 人畜皆死建物全毁 乌克兰曝光俄罗斯使用这类武器 指控俄罗斯就是犯下战争罪 只想要把巴赫姆特捂为平地 乌克兰卢盖斯克边界防卫队 自拍记录在巴赫姆特的战斗日常 近距离的向战搏斗 有时候两军相聚只有数公尺内 达到难以喘息 轻轻轻,轻轻轻,走 轻轻轻,走,走,走。 彼得赫姆特的盗不发生 Heh,看我们学习,走用,走,走,走,回来 看我们学习的几角二 与自己走进入攻击 行确定图 把攻击进入攻击 把尽工击进入攻击 你不听了自从无回到几个弃 你只看抗物 对你的打工与 和你两头发回来 时不时就是轰隆扣声 巴赫姆克秘籍的建筑物提供了最好的掩护 也是最棘手的地方 武军得随时派出无人机侦察在派兵进攻 武军声称 俄罗斯地面站已经面临瓶颈 在巴赫姆克想推进一个街区都有难度 同时也在乌东乌南地区用空中行动支援陆战 但这就代表乌克兰开始反攻了吗 官员口径一致说核实反攻不会昭告天下 但俄罗斯似乎有所准备 根据最新曝光的卫星照片 俄罗斯开挖豪沟 英国国防部情资指出 俄罗斯从去年夏天就在挖自二战以来最复杂 最密集的豪沟旺 只不过乌克兰认为反攻战力还少了最关键的一块拼图 乌克兰最想要的F-16战机 生产国美国没有放行 代表其他国家也不能给 但到底为何不开绿灯 目前的这个情况把F-16都交到乌克兰手里 第一个他可能反不济集 因为F-16至少要500个飞行小时的机动转换 第二个F-16他跟目前乌克兰所操作的米格29 最大不同是第一个航程不同 米格29算是一个区域的防空战机 航程大概半径是600公里 这个F-16可以到达1200公里左右 所以这样子乌克兰就可能会 就是对俄罗斯进行一个就是境内的打击 那这样可能让俄罗斯找到借口 就是使用其他的这个管制性武器 比如说战术核武 不过虽然没给战机 但传出美国最新一波加码支援 会首次援助九头蛇海神70火箭 再补足乌克兰短程战术火箭的弹药库 那他会由特种部队在前线用雷射照明器 就指向目标 那么目标被照明之后 他会反射雷射光 那这个雷射导引火箭就顺着反光 这样飞向目标 一般来讲 就是美国在阿富汗跟这个伊拉克战场实测 大概误差是50公分而已 所以他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 我就是聪明的一个就是导引火箭 而此时又传出 靠近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克赤大桥附近的燃料库爆炸起火 疑似又是遭到不明无人机攻击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个周六要发生的一个国际的大事 就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 又要在本周六登场了 那这个路透社之前有做民调 发现说其实查尔斯三世的这个正面的评价 有开始比较多啰 这个大于负面的 恭喜耶 对因为他之前因为这个戴飞的事件 其实他的这个声望一直都没有办法 像他的妈妈伊丽莎白二世一样这么的好 那这个就有分析说 其实他有这个延续他妈妈的这个策略 而且增添一点自己的自身的元素 比如说他很关心环保 气候变迁等等之类的 好那他的这个妹妹 也就是这个安妮公主 他也讲说查尔斯他的哥哥跟其他的成员 已经准备好要来继续服务了 而且说这个君主制呢 其实真的是有有助于稳定英国的这个国家的力量 但是同时查尔斯三世呢 有面临到两大挑战 第一个大是这个庞大的开支财政的负担 因为光是这三天的这个加冕典礼 还有这个后面的演唱会啊等等之类的 虽然说他的规模比他的妈妈还要小 那时候这个这个 伊丽莎白女王登基的规模小 但是其实他的花的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通膨的关系 三天加起来大概快要台币100亿 所以你看又要花掉很多纳税的钱 可能有一些民众是有一些反弹的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弟弟 安德鲁王子的这个性骚扰的遗孕 再来是他的儿子哈利夫妇 到底是要跟皇室好还是不好呢 还是会继续报一些有的没的料 这个是这个查尔斯目前会遇到的两大难题了 好刚刚正一讲了嘛 6号要正式登机加冕正式 终于是名服其实的国王 那他最近这几天 这个英国白金汉宫都在举行彩拍 那黄金马车也正式亮相了 不过就刚刚正一说的 这花费蛮高的 因为光是维安费用传出哦 就高达是新台币57亿元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电力 将在当地6号登场 凌晨时分军队加进游行彩排 查尔斯将搭乘的马车也正式亮相 但不只国王可以搭这辆马车 伦敦公园里也出现山寨伴 提前让大家一起过过登机营 另外查尔斯也将追随母亲的脚步 披上同一件金丝王袍 步入加冕会堂 当然睽違70年的加冕典礼 各国领袖重要人士都将出席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就确定会率领代表团 这也让英国安全机构绷紧神经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由于过去不断爆发抗议活动 这场典礼光在维安上 估计就得支出一点五亿英镑 大约台币57亿 整场花费恐怕要烧掉纳税人 台币96亿元 面对英国人长期批评 皇室的庞大花费 查尔斯先前就宣布 打算金检君主制 但他的妹妹安妮公主 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安妮公主之所以会这样讲 主要是因为 菲利普亲王和女王相继过世 安德鲁王子 哈利王子则分别为了 丑闻和不和退出王室 下面几代也没有从事公职 恐怕没有更多皇室成员 可以进检了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